为了解决加州日益严峻的游民危机 加州政府已经在2018至2023财年拨款240亿美元 但成效似乎差强人意 加州省记长在周二公开了一份写给加州和立法者的信 信中表示,针对过去多年实施的游民项目 州府没有收集相关成本信息 也没有追踪评估这些项目的成果 报告指出,加州共投资了30多个游民计划 包括紧急避难所、住房计划等 省记长办公室在调查其中5项后 发现只有2项HomeKey和CarWorks住房计划似乎有见效 另外有3项计划则是缺乏足够的数据来验收成果 因此,省记长办公室要求游民机构委员会 公开游民计划的成本和结果 并要求州府采取更多行动来评估项目效果 根据报道,州府为解决游民问题专门设立的游民7个委员会 从2017年成立以来只报告过一次游民项目支出 而报告中显示,从2015年至今游民人数一路攀升 2023年,全州共有超过18万名游民 约占全美游民数量的30% 新唐电视台洛杉矶记者站综合报道 本集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9 kalau中国回来还说吧 证明镜专 side